100 太陽報 岳大學生父民百元窮活半月 2015年7月27日兩岸A27回北武漢工程科技學院 十五名大學生近日參加生存體驗之旅 自己想辦法窮活半個月 一憑人本月15日起遠赴福州 每人僅大100元生活費 期間要自行賺取回程車費 且不能接受外界的財物援助 六男狗女共帶光額1,500元的盤村 為省錢租住約30平方米的單人房 男的睡門口、露台、女的輪流水床上 但者以花費了750元 每日兩餐唯有吃正麵、白飯等 多出千元轉贈病人期間 學生們依靠在街頭派傳單 推廣手機握等方法打工賺錢 加上直衣縮食 目前已賺到在月底回程的車費 更把多出的1000元轉贈當地醫院的一名病人 19歲的男成員金立慧稱 現在很多人都說90後懇自私 只會靠父母 我們要證明給大家看這想法是錯誤的 另一成員表示 過程中大家雖常有分歧生活艱苦 但也得到寶貴的體驗 嗯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